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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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坐实了 他还没有找到黄金的地点 那我派大王小六多加巡逻 多走一走啊 可是大王小六 如果应付一些小偷小摸之人还可以 一旦对方是有备而来 很有可能他们自己就折进去了 我们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人啊 你说什么 什么什么 你刚刚说 对啊 我没有啊 我没有啊 你 你是情不自禁 哦 这 可是心动的征扎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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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我们前两次情不自禁实验成功 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始第三次实验了 这什么什么情不自禁 你别胡说八道 什么时候跟你情不自禁了 话本子里都说了 爱能使人有飘飘然的感觉 就像菜脏云朵上一样 对对对 我每次见如意姑娘 我都抑制不住的 小碎夫 真的啊 真的 你那是会轻功啊 纯属无稽之谈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怎么能用惯用套路 来讨论每个人的情感呢 可是古今千万人的诗词 都是这么写的 谈了爱就这个样子了 古今千万人这样 我也不这样 那你就不能为了我这样一下吗 为了你 我不跟你说 这人家说得也没错啊 干嘛搞得一副样子啊 别跟这瞎起哄啊 如意姑娘 掌柜的 啊 这事怎么了 啊 生意场子泡汤 娘子又和别人好上了 掌柜的对不起啊 是我误了楼里的生意 嗨 人事无骨杂粮 哪有不生病的道理啊 这个月的月钱 就当做是我的赔偿吧 薄呀 你诸葛我 什么时候缺这点钱啊 如意姑娘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请说 唉 你们女子 当真不念旧情 我与娘子相识在先 打小就一起长大 你说这感情 她也得讲先来后道吧 是不是 感情这事由不得人 更由不得道理 掌柜的近人事听天命 无愧于心便好 说得对 近人事 娘子一定是被唐飞龙一时所迷惑 肯定会后悔 没有投入我的怀抱 哎呀 后悔去吧 唉 那我是不是应该提醒提醒她呀 如意姑娘 帮我个忙如何 如意姑娘 你眼光好 快替我挑一个礼物给我娘子 让唐飞龙也看看 八辈子都买不起的首饰 长什么样子 有情有欲 贵其逼人 惹惹 我亲自挑选的 太俗气了 唉 这个 红宝石发簪 当今世上可只有两只 一只啊 在皇后娘娘手里 另外一只 就在我这儿 这还是我爹 当年替皇后 找弟弟时候受的封赏呢 皇后弟弟 如今还没有找到吗 呃 没有 哪那么容易啊 找了都十几年了 据说呀 是皇后 和她弟弟一同外出游玩的时候 一个不留神 让这个小孩给跑了 皇后乃是伤心欲绝啊 当今圣上心疼咱皇后 调放了大量的兵力 把荆州翻了个遍也没找着 这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找不到无非也就两种结果 要么是死了 要么就是被别人给藏起来的 唉 管她呢 反正又不是我弟弟 唉 说到弟弟 我娘子倒是有个弟弟 我也应该给我娘子的弟弟 准备一份礼物 好让他 在娘子面前 替我说些好话 谭师爷 他也有个弟弟 是 有个弟弟 不过他这个弟弟不是亲生的 但是他俩 比亲姐俩还亲呢 你想 娘子 逃婚 都不枉把这个弟弟带上 来 送这个吧 这 如意姑娘 这 这也太小气了吧 这也 谭师爷不同于其他女子 不惜装扮 越是简单的款式 反而越合逞她 姑娘 我这小摊真的没有卖酒 你就别为难我了 酒糟肉里不是酒吗 给我来二两 酒糟不是酒 谭师爷 如意姑娘 你怎么出来了 我出来透口气 只是 但是 你为何深夜不归 还要买醉啊 姑娘是不是和心上人吵架了 还没有呢 好了好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 您先休息吧 一个没心没肺 一个死鸭子嘴硬 有老得花多少功夫 才能把你俩签到一块 我 你到底是不是兄弟啊 不是 从今日起啊 我跟谭师爷 做姐妹 我们是演戏而已 不必当真 你当不当真我不知道 那师爷肯定不是假的呀 为什么呀 那你说 他演戏为什么找你不找我 是 我是比不上你风流倜傥的唐天远 可是演戏这么容易露出破绽的事 他为什么不找一个 听话的好朋友帮着他呢 为什么呢 情不自禁啊 他第一个想要依靠的人是你 小飞龙 你这都不懂 我得可乖乖 什 什么东西啊 今日啊 我见如意姑娘眼下微微发青 我猜呀 她一定是睡眠不足所致 这不 我呀 给她绣个荷包 里面放上一些檀香 和安稀香 送给她安神 你现在怎么这么娘啊 这些东西不都是女人给男人做的吗 男人要上得了大堂 当得了绣娘 男人为女人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像你这样的口是心非 只会把女人啊 越推越远 这玩意儿 好学吗 来 唐飞龙的酒窖啊 就这儿 我 我们这样不好吧 别怕 我住在这儿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走后门啊 这 总归不是什么好事吗 别管了 我们今天把她酒喝完 你是我的好姐妹 我们一起来分享 来 糖那么深有什么用啊 还不是为我找到 这是玉璃酒 需要采集出尘露水和深山幽泉酿造 还要在那桃树下 埋上三个月才可以享用的 是吗 不重要 你这 王里加的什么呀 这是我酿了一天的苦瓜汁 只要一滴就能让人舌头发麻 唐飞龙让我伤心 我也要让他尝尝苦的滋味 我看看 多加一把他苦死 不苦啊 这还不苦啊 那一定是你心里太苦了 如意姑娘你怎么了 你跟我说 我保护你 嗯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你与他人约定好了规则 有些事你做 但有些事你不做 但是对方却打破了这个规则 要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你觉得如何 是不是有人轻薄你啊 居然被人轻薄了 是不是妙生楼那些混蛋 明天就把他抄我 是不是 与妙生楼无关 那 那是谁啊 郑绍峰 这个王八蛋 不是 那是 算了算了 是我师爷 师爷就当我 从未与你提起过吧 你真的没事吗 真的没事 你坐啊 嗯 不过我觉得 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 你看人都说女子不能当师爷 舞姬不入流 但咱们不都好好的 我觉得咱们只要不做亏心事 对得起自己和真事的人就好了 晓得了 多谢 有事一定跟我说啊 我保护你 我帮你吧 给她搅浑了 让她苦死 等会儿 你头上有东西 没关系 好了 谢谢 张捕涛 快来喝酒 你 你这位好酒都不叫我 你不够意思啊 我跟你说 这 人呢 大人 大人 苏月娃下人来报 家中团粮被土匪抢了 什么时候的事 前夜 前夜 小的也很纳闷 重新问了一遍 确实是前夜 知道了 下去吧 是 怎么了 家中被抢 时隔一日才来报案 你说这怎么回事 这还不简单啊 这家伙被抢 肯定不止囤粮 还有黄金呢 他呀 是要抹去隐藏黄金的证据 借我们的手交费 从而呀 寻得黄金 他不着急 那我们也不着急 那就拖个三五天哪 我们再处理吧 但是你 一定要多加小心 给我看好孙家的一举一动 好 放心吧 你 这是要去哪儿 今天是演戏呀 潘师爷 对 约法三章里可没有说过 我不能打击报复 对不起 昨天 我说话有点过了 咱们唐大人今天又是闹哪一处啊 你也是为了不穿帮 才会出那些搜主意的 虽然说点子不够正 但是心意是好的 道歉有用的话 还要歇牙干嘛 我有事先走 干嘛 找个合适的地方说话 干嘛去哪儿啊 想发火就发火 想道歉就道歉 你当我是谁啊 到底怎么样才能让你消气啊 唐大人那么大的官威 我一个小小的事业哪敢造此 小女子果然是心眼小啊 我不仅心眼小 我还不开眼呢 肯定是被猪油蒙蔽了眼睛 才会拉你来演戏 少来了 那为什么不是郑绍峰 不是大王小六 偏偏是我呀 肯定是你情不自禁选招了我啊 胡说八道 情况紧急 我就是随口一说的 是随口吗 我看 是寄予我的美色已久 我懒得跟你说 哎 谁送给你呢 猪大葱 你 你怎么可以收他送的礼物呢 为什么不能收 人家对我痴心一片的 再说了 这链子一看至少值一百两 不说白不说 是你说的约法三章呢 如果别人知道你收他的礼物的话 成何体统了 你还是别带了 为什么呀 你说不带就不带 你说不能查就不能查 我们是在演戏 不要入戏太深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哭了 这 天哪 死了 这么多 这 这么多死人啊 来人啊 救命啊 别喊了 你别乱踩啊 你到我身后了 是 师爷 这有金子 金子 还真是 你这会儿不害怕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 金子 能让我特别有勇气 我认为我们误打误撞 可能找到了桑杰采矿的入口 那岂不是发财了 肯定有很多金子 你可真行 你看不出来吗 这里的金矿已经被人都搬空了 说不准啊 这些工人 都是被桑杰杀人灭口的 张公子 你又来了 进去吧 正不投 如意姑娘 来了怎么不进去啊 这个是我亲手绣的荷包 好漂亮的鸭子啊 这个是鸳鸯 这里面还放蓝锡香呢 你挂在床头能助你入眠 我说这印证我怎么找不到了 我现在我现在带你去医馆 没事没事 我来我来我来 不必 对不起啊 不过这个还是谢谢正不投 客气 今日不用上牙啊 不用 我带你去逛逛 正不投 正不投 真是怕什么来说的 我可算找到你的正不投 什么事啊 唐大人 他和谭师爷 从今天早上就出门了 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我担心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你怎么跟个老妈子似的 人家干柴烈火能干嘛 不是 这 大人让我们给谭师爷 偷偷准备了一份惊喜 可是他们这会儿都没回来 准备惊喜 这谭师爷的事儿 大人可从来没耽误过啊 奇怪 正不投 公务要紧 你去忙吧 那好吧 如鱼姑娘 改日我再来看你 走 用这个吧 好漂亮啊 给我的 算你有良心 是你说的嘛 演戏呢要演全套 朱大聪都送你礼物了 如果我什么都不送你的话 气不显得我太小气了 还是大人想的周觉 那你 你 算是原谅我了 明明你强强吧 喜好桶 你怎么不早拿出来 我这不是想多跟你待会儿吗 师爷 大人 快快快 来 大人 你怎么才来啊 我手练呢 我的一百两啊 你可以下去啊 不 不会 把他取上来 算了算了不要了 你们俩谈情书爱 能不能不找这么偏门的地方 敬给我们赵妈呀 正不懂 这下面有十几只尸体 麻烦你还得亲自 把他们给我弄上来 走喽 诶诶诶诶诶 诶诶诶诶 你 小背龙 林江仇报你 刚把你救上来 大人那些尸体 真的是采金的矿工吗 黄金会不会就藏在洞里啊 如果金子那么容易找到 宗颖林早就发现了 说得也是啊 真是可怜了那些采金的人 哇 托儿灯 你做的啊 你别误会啊 这些呢 都是我做给县衙的兄弟们看着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做戏做全套 这又是什么啊 这可是个好玩意儿 来 你坐下 这 这不是我画本子里的故事吗 是啊 昨天呢我从头到尾 把你的画本子又看了你 发现啊 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吧 那当然 断极的第二册我都想好了 就用桑极私彩黄金一案做原刑 好好讲讲这官场邪恶之事 还有那个宗颖林 嘘 怎么了 如此月色 为何要谈这些俗事啊 你疯了 忘记约法三章了是吧 你疯了 其实一直以来 我都对你隐瞒了一件事情 你成亲了 我隐瞒了吗 在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深深地爱上了 那个时候我明明骗了你一把了鱼子 我就喜欢那种被骗的感觉 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我鸡饼疙都起了 那就干脆不说了 唐飞楼 我警告你啊 你这样已经犯规了 有人偷听 真的假的 那怎么办 恶性走的 好 又想吃我豆腐是吧 那里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来吧 来吧 听窗外的余生 我可以先开口 想要陪你去捉风 你们俩鬼鬼随随干什么呢 出来 大人 大人 师爷 那个大人 孙元外府上来人了 孙元外家里的屯粮被偷 已经三番五次地报过了 我早都知道了 不是 不是 不是吞聊的事 孙元外死了 孙元外死了 兄弟们 加班人手打了孙元外的尸体 快走 是 小六 快点 师爷 没有啊 继续找 干嘛呀 老唐 你在这干嘛呀 我 我没玩 我这 办案呢 办案 那是这条河里的鱼好吃 还是咱们县衙的鱼好吃啊 咱们县衙的鱼 都被谭师爷喂成了胖冬瓜了 肉质啊 是又柴又硬 这河里的鱼 活蹦乱跳 一定味道鲜美 你 我就知道你吃了我的金龙鱼 麻疼死我了 我 我这还是有收获的 你看那儿 然后呢 然后呢 这孙元外的家定不是说过了吗 孙元外呀 是跳河自尽的 那老翁日日在这钓鱼 不可能看不见 我们这都找了一天一夜了 从不可能 一夜之间 就被鱼都吃了吧 这孙元外 家中黄金被欠 却说是屯粮被偷 而且迟迟不来报案 很明显是乱了阵脚 你说这么一个贪生怕死之人 会投赫自己吗 那你觉得是谁杀了 我觉得是我们的老朋友 这老孙头一日找不到了 这黄金案的秘密啊 就有泄漏的危险 你跟谭氏爷怎么了 他怎么一直不理你啊 我亲了他一下 亲了他一下 亲了他在哪儿啊 亲了他在哪儿啊 走 来 姐 姐 你来这后厨干吗呀 你不怕把人家县衙后厨给烧了呀 我今天从菜谱里学了几道菜 我跟你说 我要给唐大人做好吃的 这也是演戏 算是吧 你不知道他今天在河边找人 还受了风寒 我给他做点好吃的 可他找人又不是喂你 你和唐大人演戏 怎么越来越真了 真什么真啊 我那是因为他帮我伪造了聘书 还帮我挡了朱大聪 我得感谢感谢他 村园外的尸体找到了吗 咱们的捕快都捞了一天了 什么也被捞上了 郑少峰呢 他去牢里审门孙府的家丁了 大人 不知道叫我们过来是有何事 对呀 我还得去城南收赴税呢 对 这些有损官民和谐的事 还是改天再说吧 谭师爷今天准备 犒劳犒劳大家 谭师爷还能做饭啊 我明白了 谭师爷跟大人好了之后 升级为贤其良母 饭都会做了 大人啊 你们俩成亲的时候啊 一定要在咱们佟宁县呢 摆一桌大的 把佟宁的乡亲父老全都请来 老大人 有什么不妥吗 我京城老家的亲戚不要情吗 我们在人家这儿住了这么久 不得表示表示吗 那倒是 姐 我们在县衙住小半个月 可以省下不少钱哪 对吧 不过我们宿舍已经修正好了 说随时可以住回去 要不我们明天就回去吧 这 这么突然 不过我们的宿舍 这邮寄也是新刷的 我觉得再等几天呗 你跟唐大人毕竟是在演戏 每天在县衙 很容易被人戳穿呢 回书舍 我们还能缓解一番 你说得有道理 那我们明天走 我说姐 你说这个唐大人 是个明察秋毫的好官吧 可是伪造钦差官映 那可是死罪 而且还陪你演这出戏 她为什么呢 你放心 她不会害我的 我倒不担心她 我担心你对她 无条件的信任 我才不相信她呢 你赶紧走了 我做饭了 好了 我给你打水 免得你把后厨给烧了 搬走之前 给你做一顿饭吧 各位 自从我们书舍被烧 我来这儿打扰也有快一个月了 如今呢 我们书舍也已经重整完毕 我也要回去了 为了感谢这段时间 大家对我跟卿尘的照顾 我呢 特地在菜谱上学了几道菜 犒劳大家 大家敞开来吃啊 绝对是大家没有见过的新鲜菜羊 好 谢谢师爷 谢谢师爷 你要回去了 我们书舍明天就要重新开张了 不好再耽搁了 大人 谭师爷还得日日回来上差呢 您就不要留恋了 别留恋了 大家吃起来啊 这可是我第一次下厨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师爷 这这这这 这是什么呀 赵小六 你看你就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这是干蒸牛蛙 你好 好好吃了 师爷 我这个 你那可是大补 小心点 大补 大补 烟猪子 师爷杀人了 大王 这是牛眼睛 猪眼睛 鱼眼睛 夹起来的汤缸 我去了好几家屠夫家找来的 我还放了板栏根一起炖煮 清干瞑目 你不是眼神不好吗 以形补蝎 吃哪儿补哪 师爷 我眼睛好了 我脑子有点不太好 我晕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大家都有惊喜 来 你 你那个 我这个鸡蛋羹看着还挺正常的 这个蛋羹可是从唐大人这里来的灵感哦 杭大人那个银鱼蛋羹实在是令人回味无穷 但是呢 食材有点寒酸 你说 所以啊 我今天就用猪脑花代替了鸡蛋 猪脑花吃哪儿补哪儿 那你不得喝多点 你是不是也想吃啊 还有你也不用了 你不是受了风寒吗 补补 不用 我觉得我 我现在还行啊 恢复的还可以 气色特别好 不成 那风寒度是藏在那里的 一定要发透出来才行 大家猜一猜 我在大人的菜里放了什么呀 这这这这哪儿猜得到 猜不到吧 怎么样 蝎子 那个小六啊 我记得你不是也落水着凉了吗 来 我把这个姿府的机会让给你了 这是不给你了 别别别别 我告诉你一个别跟我客气啊 大人别给我客气啊 来来来来来来来 别客气别客气 大人别客气别客气 谢谢 我喝我喝 来来来来 安静 我喝 你们今天要是不吃我就每天给你们做 做到你们吃为止 吃吃吃吃 我吃 吃吃吃 你给我吃 我吃 多吃一点啊 你受不了了 我谁都不服啊 我救护你 我就消失了一个上午 你把整个歇牙的人都给我毒趴去了 我怎么知道那个菜铺 是不是妖魔鬼怪的菜 你居然给他们炖猪脑 我把脑筋都挑干净了 我敢把你脑筋挑干净了 猪脑可是 随洋滑精的东西 跟酒一起食用 那 那可是给男人压制新火用的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了 整个心癌的男人都要跟你一起做姐妹了 沙刘 一夜春风 他江湖 远不服 浪迹天涯 只此年百渡 百渡 都不清 这归途 仍寒水 写孤舟一夜入暮 一宗列马鸿枕何处 何处看尽心之云有数 孤岛般斜阳问情诸贺日复 来之乌鸦 伤能醉饮一壶 却已乌鸦 走一首惊弧 一场好梦少年幽 如当年主要饮中 赴年已久 何人显月下口 暗山柴门开 旧星古远中 一树粉画 金鱼火更朦胧 古盏灯火 银只窗不朽 不朽修不尽 折春红肩枯疼 听海鸦匆匆难收 一只夕风如涂素 追溯 追溯 寂寂 记住恨海愁愁 愁愁 只比风若全看不面天涯路 来之乌鸦 少能醉饮一壶 追溯 追溯无涯 追溯无涯 走一首惊弧 一场好梦少年幽 如当年主要饮中 赴年已久 何愿愁愿下口 凡山柴山柴门开 远山柴门开 旧星不愿中 听风 梨花般酒醉 爱有一种